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十多萬人評論 大陸網友痛罵 賺這種錢喪盡天良 改變遊戲規則 世界第一艘無人機航母服役 中共瘋狂造神 通令黨國學習 網友批不要臉 三年來 超百萬人病逝 美國終於宣布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4月11日星期二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十多萬人評論 大陸網友痛罵 賺這種錢喪盡天良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一篇有關伊朗將在公共場所安裝攝像頭 《識別未戴頭巾女性》的報導 引發大陸網友熱議 評論超過11條 從內容來看可謂罵聲一片 該報導的內容比較簡單 伊朗警方日前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當局將在公共場所和道路上安裝攝像頭 《識別未戴頭巾的女性》 並對其進行懲罰 報導稱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 伊朗法律規定 女性必須遮住頭髮 穿寬鬆的長衣以掩飾身材 違者將面臨公開譴責 罰款或被逮捕 大陸網友的評論炮火不僅僅針對伊朗當局 而是更多的聚焦中國國內 獲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是 那你猜 這種識別攝像頭是哪個國家 哪個廠家提供的呢? 該評論獲得1萬多次點讚 而大陸網友的幽默智慧也在隨後的評論中 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位網友只回覆了一個海字 另一位則心領神會的接著回覆了一個康字 二者相連即是海康 更有網友直接留言說 中標單位 海康為事 這幾條評論都獲得了數千網友的點讚支持 還有網友故意留言說 我方將提供全面技術支持 一位網友回覆道 賺這種錢 喪盡天良 有2千多網友對此點讚支持 還有網友指出 中標排序第一的肯定是華為 華為也有這方面業務的 網友紛紛表示 這些企業活該被制裁 真實造孽 必遭報應 這些企業不得好死 助紂為虐 不過也有網友無奈地說 管好我們自己吧兄弟 日本人自行車丟了 當天找到了 公民孩子丟了 你說多久找回來 另一位調侃說 所以要多裝點攝像頭 還有人嘲諷道 以後剛一出生就在身上裝一個 也有網友留言說 前幾天騎電動車沒戴頭盔 被攝像頭人臉識別了 真牛 高科技都用在罰款上了 改變遊戲規則 世界第一艘無人機航母服役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 70%利用國內資源 耗時7年打造而成的兩棲突擊艦安娜杜魯號 對境內國防工業來說 無疑是個轉折點 此外 他強調 安娜杜魯號是世界上第一艘滿載武裝無人機的軍艦 而相關設計更動 是為了仍在研製的騎手TP3武裝無人機 還有紅蘋果輕型無人戰機 安娜杜魯號是在土耳其伊斯坦波爾的塞德夫造船場打造的 長231米 寬32米 除了無人機之外 還能搭載直升機 而艦上的武器 戰鬥管理 電站 紅外線搜索和追蹤 光電搜索 激光警告和魚雷防禦系統以及雷達等 都是當地開發研製的 身為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的美國退役將領奧曾說 對土耳其海軍核戰力投射而言 安娜杜魯號將會改變遊戲規則 他指出 土耳其將能利用這艘無人機航母在全地中海對海上和沿海目標執行偵查及打擊任務 中共瘋狂造神 通令黨國學習 網友批不要臉 在中共環台軍演之際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 通令全國學習官方新出版的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2卷 並稱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求各高等學校把該著作作為師生理論學習教材 推動習近平思想進教材 進課堂 進頭腦 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著作選讀內容收錄習近平在2012年11月到2022年10月間的重要著作 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教材 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增強四個意識 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 奮力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該通知大讚習近平 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創立人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 思想家 戰略家的歷史主動精神 非凡理論勇氣 卓越政治智慧 強烈使命擔當 對關係新時代 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時間問題進行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 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 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做出了決定性貢獻 通知還宣稱 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 要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意義 充分認識這一思想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原創性貢獻 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世界性貢獻 通知要求 各級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要把習近平著作選讀列入學習計畫 各級黨校幹部學院要把習近平著作選讀納入培訓教學重要內容 舉辦各種研討班 培訓班 學習班 推動學習多形式 分層次 全覆蓋開展 各高等學校要把習近平著作選讀作為師生理論學習教材 更好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 進課堂 進頭腦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推特轉發後 引來許多網友留言嘲諷 來了來了 什麼時候來個主席語錄 連幾句中文都說不順的小學生的臉皮真厚 空前絕後 舉世無雙 習主席語錄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上一大學生學習小學生思想 寫這篇通知的真是有個好位 要是患上我 早吐了 三年來 超百萬人病逝 美國終於宣布 美國總統拜登4月10日宣布 正式結束因應大流行病 為美國醫療服務提供極為有力支持的國家衛生緊急狀態 實施緊急狀態三年多來 美國有超過100萬人因而喪命 美國南部與墨西哥邊境接壤的地區 原本就已經十分緊張 目前無法確知 緊急狀態終止會帶來什麼影響 美國有關當局長期以來一直努力管理無政移民 和大量尋求庇護者的流動 白宮表示 儘管美國現在正式擺脫在全球蔓延的疫情 但拜登政府已經在研究下一代疫苗和其他措施 以對抗未來的任何變種 一名高階政府官員說 次世代計畫將藉由公家單位與民營企業合作 來加速簡化下一代治療方式的快速開發 有至少50億美元資金可用於幫助促進科學進步 領先導致大流行病快速演變的病毒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的內容是 馬克龍遭國際炮轟 出賣盟友不配當領袖 連竊聽俄軍的方法也遭曝光 五角大廈外洩密件恐讓烏軍戰爭失利 機密文件外洩 美對俄情報部門滲透到什麼程度?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